好,可以开始了,李仁辉 那今天就是我们第24期的Jeneral Club 然后这个Jeneral Club是由崔旭老师、刘林老师、福悦 还有我现在在运营的 那今天的主讲人是杨大林同学 然后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上次就是在群里面举办的 那个对话题方面的一个投票的情况 那其实第一名就是在那个针对NIRS 比如说数据处理、信号处理 以及在机器学习方面的一个研究 大家是最感兴趣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首先就先针对这个话题 就邀请了杨大林同学 那第二名就是在比如说NIRS在人际交互 或者说在社交互动方面 以及在认知神经科学方面 包括hyperscanning、学习以及情绪管理 情绪处理方面的一些话题 是第二受欢迎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在多摩泰的研究方面 比如说NIRS、MRI、脑电、还有PET 这个是后面我们会设计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在比如说是NIRS的硬件 或者说是工具箱 就信号处理数据处理工具箱方面的一些话题 我们后续也会安排一下 那简单介绍一下主讲人杨大林同学吧 他刚刚可能聊天的时候大家也有一点了解 他的求学经历大部分都是在韩国 然后他事先在韩国读完了他的Master 然后在18年开始在福山大学是开始了他的博士的学习经历 他的导师是洪教授 就是我想如果是做NIRS的或者说做脑电 特别是在比如说脑机接口 然后天工程方面的话 同学应该都是知道洪教授的 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发表的文章也很多 我一开始在做NIRS1G的时候 也是做的脑机接口 我的第一篇文章主要就是参考洪教授的一些文章 其实对我帮助还蛮大的 然后杨大林同学的话 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多摩泰的脑成像技术 主要包括精红外合脑电 然后也包括一些神经调控的技术 比如说进入电视节 交流电视节和子流电视节 他都有设计 那另外一块就是人工智能方面 他也擅长脑机接口 或者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的一些算法 那他结合了脑成像的技术 以及人工智能的算法 或者技术方面 他也把这些东西都运用到 比如说去研究 临床上的一些脑的发育的疾病 或者说神经发育的疾病 比如说像老年痴呆 青春时障碍以及抑郁 精神分裂症方面的 杨大林同学其实 我刚刚简单看了一下 其实他在博士期间 他还是很高产的 他的SCAE做的文章 可能应该我算了一下 大概有六几点 在三四年时间能够发这么多 那是相当高产 那他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文章 就是结合近红外 以及卷积神经网络技术 用于在轻度认知障碍的检测 那在他开始开讲之前吧 就是也向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吹旭老师 他自己独立开发的一个 叫文献鸟的学术搜索工具 就是我其实用了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就是比如说他 比如说我们想要了解 像近红外和用近红外 在比如说在老年时代 这个领域的话 现在的研究情况怎么样的话 只要就是把一把关键字 打进去的话 其实就可以对现在 这个领域内的一些研究结果 就基本上是一目了然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用近红外去研究 老年时代的话 在其实在15年之前 几乎是没有的 就我们只看到有一篇文献 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 大概只有 大概就只有22篇的文章 然后从15年开始 才是逐渐比较多一些 然后基本上研究就是的国家 就是美国还有德国比较多一些 那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 什么大学发表的文章比较多 这里也看得比较清楚 然后发表在什么 发表在什么期刊上面 我们也看得清楚 然后这里也可以看到 就是具体在做这项工作的 都是哪些人 比如说这个像 这个应该是马来西亚的 汤教授吧 他也在结合近红外和脑电队 比如说对脑龙痴呆这方面的研究 也是发了不少文章 然后像 这也可以看到我 因为我也发了两三篇文章 比如说我们也想看 结合近红外和继续学习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文章也不是特别多 就是也是近年来才比较受关注 大概是14年之后吧 然后相对应我们也可以 如果我们到网站上去分析的话 也能看到非常全面的情况 这个具体的情况 大家可以跟崔旭老师直接连接 行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时间 就交给杨大林同学开始 他的分享吧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分享吗 可以看到非常清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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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杨大林 然后来自福山国立大学 这个Professor Kim Si Hong的研究团队 然后首先非常感谢 李日辉博士的邀请 以及我们崔老师刘老师 搭建我们这个FNERS Club 然后给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 今天呢 我主要就是讲一下 我19年发的这篇文章 就是关于Deep Learning和FNERS的一个结合 对于如何做MCI的detection 希望可以抛砖一遇 然后碰撞一些新的火花 OK 然后因为李日辉博士也说 就是说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Deep Learning的一个应用 所以我首先吧 就是讲一下Deep Learning在FNERS这个领域的应用 然后之后呢 也要讲一下我这个这篇文章的一些背景知识 以及一些我的研究动机 另外呢 就会分别讲一下这个Task BC的MCI Detection 和Resting State BC的MCI Detection 最后做一个总结 OK 首先说Deep Learning 就是在这个AR这个大背景下 可以说Deep Learning是无处不在 对 然后其实它的中心思想呢 很简单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Deep Learning的Model 然后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训练它 训练它让它会教会它去怎样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帮助我们去对解决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就比如说自动语音识别 自动驾驶 或者是smart home 这些相关的一些课题 相关的一些领域 对 然后现在比较用的比较多的 这个Deep Learning Model呢 就主要是GAN 就是生成对换网络 然后卷积神经网络 以及取缓神经网络和自编码 首先想先讲一下这个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就是用的 就是大部分它这个应用呢 就是在图像识别 也是在我们Effness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一个Deep Learning Model 它的理念呢 就是说我们输入一个dataset 然后我们去train那个model 然后让它去可以掌握我们这一个dataset里面的feature 然后用这个训练好的一个model呢 然后我们再去做test 就比如说右边这张图我们下一步如果说输入一张car 一张车的一个图片 它就会告诉我们可以这是car 这是一个车 对就是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model 然后呢 对 然后下面再讲一下这个循环神经网络 循环神经网络呢 它跟CNN呢是有一个不同 不同的点在于它的structure 我们会加一个gate 这个gate是什么用呢 就是首先说一下应用吧 应用是应用在对于time series dataset 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类性预测性能 因为什么呢 我刚刚说那个gate 我会把前面我学习到的那个information 我会存到这个gate里面 那这个gate呢 我会在下一次 如果说一个buffer 一个缓冲 再来一段数据的话 我会把加入前面学习到知识 跟我现在这个buffer里面的数据 然后一起 我们再去做个prediction 所以说它 也就是为什么 它会对这个time series 这个有规律的time series 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测性能 对 就是 对 这是这个RNN的一个解释 对于这个生成兑换网络 GAN和这个自编码 autoencoder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不一样的点在于 它并不是说我告诉你 我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你去给我做prediction 我不会告诉你 任何就是关于这个label的information 那它是怎么去做training呢 首先说这个GAN GAN它的理念呢 就是一个generate和discriminate 我们是有两个model的 对 然后就说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大体怎么用啊 你可能听说过 我们这个AR可以自动的生成一个歌曲 对 它为什么可以生成这个歌曲呢 就我给一个关键词 我说我要抒情音乐 然后我的音乐大体长什么样 我会给他一个 比如说周耶伦的歌或谁的歌 然后给他一个做一个参考 然后他会首先 我放出这个vector嘛 我输入vector 然后他会放到这个generate generate里面的数据 首先是redom的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然后我会 你会指定一个输出嘛 所以说这就是generate的输出 然后生成一个 生成一个呢 然后我们就会放到discriminate里面 去做对比 跟我输入的 比如说周杰伦的歌 谁的歌 我会做对比 那他会根据你这个输入和输出 我会给一个scaler 我会说 这个大体是有多少的相似度 然后我们不断的back propagation 去tune这个 去调这个generate和discriminate的参数 然后使他可以无限的接近 我们这个歌曲 对吧 所以说他其实的中心思想 就是说你会给我生成无限多 给我相近的一个output 你可以是图片 可以是音乐 可以是任何的 对 他就是这么一个思想 他的应用呢 其实就是说字编码 其实也是干了一种 就是现在我看 有一篇比较有意思的文章 就是用这个字编码去做denosing 他怎么做呢 就是说我 因为这个字编码的输出 他并不是一个imaging 他可能是一个vector 那我输入一个 我可能simulate 我去把人工的加入一些noise 然后我用这个信号呢 去训练我的字编码 然后呢 我会告诉你 我没有noise之前的这个信号是怎样的 那我把一旦就是 也就是说这个model已经学会了 我们如何把这个noise去去除 对吧 所以说下一次我们来输入的是measurement 那他就自动 比如说cardic 就是那个心跳的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noise 或者是说measure 像是什么呼吸的一些noise 他就直接可以帮我滤掉 他就是一个可以做这么样的一个工作 这部分比较枯燥 大家就是大体理解一下这个中心思想 然后可能对后面我们理解就比较有用处 对 整体他这个应用就是这些 然后我也之前 今年前些时候吧 做了一个leach review 就是说关于这个deep learning motion learning 对于我们fness这些文章发表 其实也是确实跟理智辉博 是刚开始发 就是展示给大家的差不多 就是到2017年18年左右才开始有相关的应用 那应用到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我大概统计了一下 因为有101篇嘛 大概有40%到50%就是在做brain disease detection 像是AD啊 MCR ADHD 或者是Caesars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20%左右吧 是做mental state assessment 就是比如说脑负荷啊 这个压力检测或睡意检测这块 然后另外一小部分呢 就是20%左右的 然后是在做这个BCI脑机械口这块啊 就是做一些任务的一个区分 对 然后今年呢 就是今年或今年吧 今年我看到一篇有意思的文章 就是说用deep learning 做neural vascular company 就是这个吧 就嗯 对还是挺corrective的一个 一个一个发现的 所以说应用还是挺多的 嗯 期待大家的更多的一些 在这个领域的发现 今天呢 我可能就讲不了这么多 然后就我 以我的文章为出发点呢 就主要是讲讲 对于这个AD和MCR的 一个detection这方面的一个应用 OK AD股估计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阿兹海默 但是呢 就是可能大家 理解比较多的是 就是老龄化 或者是说这个老年吃的啊 就这个问题 可能在欧美啊 日韩比较严重 其实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献 WHO的一篇文献 15年16年左右的时候 咱们国 中国在200多个国家里 大概是老龄化严重程度 是排64 65左右 对就感觉不是那么严重 对吧 但是他们做了一个prediction 到2030年 2050年 就根据咱们的人口技术嘛 大概我们会成为 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这个疾病的一个 阿兹海默还是非常值得 我们去做一些 就是为这个老龄化 就是做一些 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工作 对 像MCI 对像AD 我刚刚说阿兹海默你可以看 这是一个PET的一个图 它其实到AD的时候 其实它的 大部分已经 就是已经损害了 对我们可能 现在来说 应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 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药物公司 就是开发的药品 对于这个有效性 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所以呢我们就是非常有必要 是在MCI这个阶段呢 去做一些干预 就是有可能 因为它的neuroplasticity 还是怎么说 就是还是有一些可塑性的 那我们在这个阶段 去做调控的话 它可能发展成 Dementia 或者AD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做 MCI detection的一个原因 就是MCI 就是MCI其实是 发展到AD之前的一个阶段 对吧 是必要的一个阶段 对对对 可以看这个 右边这个图 它是 就叫做轻度认知障碍 对 它是一个中间一阶段 对 好 我可以继续啊 然后 现在呢 就是对于这个 MCI或AD的一个检测 其实有很多 就像之前说的是FMI And EG什么的 当然他们那些检测 大家可能 大家因为大家都是做FN 可能会有一些局限性 就就比如说 我们可能现在准备 要做一些HomeBC 就是我们要做一些 非常可移动性的一些 Device 我们想做Home 就是在家里的一种检测 那那些设备是 完全不可以 就是实现的 对吧 然后所以说 这个FN还是很有 其他的Promising的 一些优势的 然后也有很多学者呢 是做EG相关的 但是我前面说的 我们现在就是在 开发一个 基于家庭式的 一个检测设备嘛 那EG的话 这个Motion Artifact 一些方面 可能会有一些局限性 就是更Sensitive 更敏感 所以说FN相对来说 可能得出的结果 就是更Robust一点吧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 用FN这个原因 就是在这里 然后 对在做那篇文章之前呢 我也基本上做了一个 Literate Review 就跟李日慧博士说的 那个差不多 就是其实这个 我们FN做这个 MCI Detection 还是 文献还是比较有限的 对 也就有十几篇 二十篇左右的一个文章 然后像李日慧博士啊 咱们国内北师 北师的那个 牛海津老师啊 也是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主要的就是 那个ByMicro呢 我们这个生物标记物呢 主要是说 看他一个 海津老师的 MING HBO HBR 或者是SLO 或者是说 Completity 或者是说 T-MAP Connectivity Map 这些东西 然后主要呢 相对来说 主要的是 做一些MentalTask 可能RestingState的 设计的那个文章 还是相对来比较少 毕竟可能跟认知推化 相关嘛 所以可能 那个Task 做这个 认知任务 比较多一些 然后另外 大家可能也知道 他这个 认知推化 他的脑区 主要是在这个 前额页这块 所以你也就看到 大部分的一些研究呢 是在 前额页这块的 一个研究 对 首先是 非常感谢 这些前辈们的研究嘛 但是可以 但是虽然说 已经研究非常好 但是也是有一些 Limitation和Challenge的Point 就比如说 我们大部分的研究 是在做 Group Level的Analogies 就是比如说 右边这边图 我们都知道 MCI会有一个 less activation 你相对于说 Healthy Control来说 那我们 就是我之后研究呢 我自己做出来的图 你如果来一个新的人 新的病人 我去做 他的检测 我不可能 我很难告诉你 这个人是MCI 或是HC 因为 他的 不管说 前面说到的那个 BIMAC 或者是说 Activation Map 都很难 去做一个 Diagnosis 就不像 就是这个可能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Challenge Point 然后刚开始 我也说了很多BIMAC 就是对于这些BIMAC 我们要用哪一个去做 对可能有的 有变化 有的没有变化 那我们也 就对 对我们的一个诊断 有一些Challenge 对吧 然后另外 我们是非常有必要用 Mental Task 因为我们去做数据采集的时候 面临的就是AD或是MCI 他们做任务的时候 就比较困难 那我们是否可以用Resting 去做一个代替 就是有很多问题 对 所以基于这些问题 我就是开始了 我下面的一些研究 首先 我的这个FNERS 我们用的是NERSIT 有24个Source 和32个Detector 然后一共有48个Channel 这个SimplingRate呢 是8.13赫兹 然后 就是主要的任务呢 是MBAC Strope 还有Worker Flux Task 然后 下面这张图呢 就是我们这个 Source Detection 的Configuration 然后下面就是 Channel的一个 一个Arrangement 然后这就是Device 然后 右边这张图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Task 这是BlockTask BlockDesign 就是首先我们有RestingState 然后另外是 MBACTask 然后Strope 然后BFT 然后每个Task的 长度呢 是有60分钟 60秒 然后Resting呢 是30秒 然后就是每个Task 进行了三次重复 对 然后下面张表呢 就是我们这个 Participants的一些Information 那我们就尽量保证 它的Education和Age呢 就是是Balanced的 就是你看它基本上是 相对来说比较平均的 那个P-Value呢 也是没有Significant Different 但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就是MSE School 它这个就是 Miniminal State Exam 就是一个调查问卷表 如果是一个新的病人来 我们就会让它去填这个 其实如果越高的话 就说明你的认知功能越好 其实我们可以看 The Average Value 这个HC 就是Healthy Control 是高于MCR 但是我们做Statistic Analysis 的时候 你可以看P-Value是0.49 就是其实我们 这个显著性就是没有 没有对吧 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 这哈文卷这个方法 去区分MCR或HC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对 然后基于此呢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你回到刚才那个slide 好 首先我看到你这个Jinder 虽然说MCR和HC 好像都是男 就是女性可能更多是吧 是1比10 就是基本上都是女性是吧 对 因此来讲 就是说基本上还是 这个结果主要还是相对对 是对女性的结果 对 好 我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MCI 一个人被诊断是MCI 它的黄金标准是什么 其实也像李日辉博是说的 我们其实洪教授的团队 我们还大部分做Engineer 就是工程类的一个研究 所以这个诊断呢 我们首先做了 就是跟我们这边的一个医院合作 就是我们学校的医院合作 那这些MCI的诊断标准 首先是MRI 他们是做这个扫描 做过扫描的 然后可能给出的一些标准的话 诊断的话比较权威 另外是有两个主任仪式 也就是共同诊断后给出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具体的一个黄金标准 可能也一个是依靠这个比较像MRI 这个Neural Imaging这个诊断的一个影像结果 另一个是就是医师的一个经验 当然MMC is goal也是一个参考 对 我也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像我们之前也在就是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们也是跟医院合作 然后直接到社区里面去 其实MCI的诊断不是这么好诊断的 就基本上是给它做一些量表 像MSE score它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基本的 但是其实它对于区分MCI和H 就是和control来说 就是健康来说 它的敏感性不是这么高 就就是从统计学角度你也看得出 就是他们基本上没有统计学的意义上的差异 我们还要结合一些 就是它还有其他一些表 就是我们主要是通过量表 然后可能然后还要加上像 针对它的受教育的年龄 然后会根据它的经验做一些判断吧 从影像学的角度来说 其实也不是这么准 就是比如说像刚刚杨大英同学 他之前的那个slide里面看到 那个PAT的那个影像的话 我们会看到像AD的病人 就是基本上会出现有那个 靠蛋白的那个增多 以及有淀粉状的一些沉淀 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属于经标准 像比如说在MCI的阶段 其实在正常老年人身上 我们也是看得到的 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就是说绝对的去诊断它是MCI 或者说他是比如说轻度的那个老年次胎 现在都不是那么好去判断 所以在入主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正常人和MCI 不是特别好区分 就是光是看量表的话 这个主要还是看那个医生自己的经验 那AD有没有一些方法 确认这个人是AD AD其实你从量表上 其实就可以区别的出来了 从量表上就可以看出了是吧 对就是你看他的MSC score 或者说是其他score 然后他基本上他都是有显著性差异的 像我们之前 我有篇文章就是四个组的 然后我们就发现那个正常人和MCI 是在那个score上面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只要到了轻度的那个老年时代 就会有明显的区别 对 那个我主要听过去曾经听到一个朋友说 他是做这方面的 不是imaging 做分子生物学 说AD最终最终的确认 必须他死后解剖 我听了之后我就想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是你很一个活的人 你是很难就是明确的知道 他是不是AD 他解剖确认 就是为了确认他那个淀粉状的沉淀 以及淘蛋白的那个材料会变多 就是现在主流的假说 最终是认为是这两个 这种是就经标准吧 从PED上面是看得到的 就是以前可能是要解剖才 就是一开始发现这个特征的时候 是解剖之后看得到 就是有就明显有 有这两种东西的增多 但是PED上面其实现在就是看得比较比较清楚 嗯 对 我看到恰当里头有一个北京协和医院的 可能是医生吧 魏婉欣 他 他想那个打开语音说一下 因为他感觉可能是背景的 他提到MSES 主要是赛选AD 然后他是另外一种量表 可能对MCI MOKA test 我们当时也 也有那个收那个MOKA 他特别 MOKA 他对 他是对MCI比较敏感 我当时忘了那个名字 那个魏 魏医生或者魏同学 你其实可以打开语音 参与讨论 应该是魏婉瑞是吧 我不知道 他好像在那个chat里面 说了 他说MNCE没有统计学差异 可能是因为MNCE主要筛查AD比较敏感 MOKA在筛查MCI比较敏感 对 我们对 他说的非常正确 对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组 我们另外一组是做archipuncture 然后也是在做MCI的一个detection 就是那里面我们就用了MOKA 但是在MOKA那边做那个 做那个significant difference 就是在那个统计学分析的时候 也是有的并不是很有那个统计学差异 我感觉单纯靠这个量表的话 还是有局限性的 是的 好我提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 你像要发展一个方法 比如说deep learning shallow learning 不管是MNCE learning方法对吧 你要去诊断 你第一点肯定必须有一个 已经确认的黄金标准说 这个确实是这个 这个是那个对吧 然后你才才那个 如果一开始就是一个模糊的界限的话 嗯 有的时候就 你就不知道到底会 最终的结果到底是 那个会怎么样了 好吧 我觉得这个这点 我们可以暂时先讨论这里边 那个 我我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吗 这个问题 其实我非常 我非常同意这一点 因为我们不管做MNCE learning 还是做deep learning 这些东西 然后首先要我们要有一个分类吗 对 崔老师说的非常对 那我们现在的标准 我们可能 嗯 在这个行业没有 经标准的条件下 我们依靠的是神经影像 比如说PAT 比如说MRI 还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 主任医师的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给予给予的判断 那我们的deep learning 可能没有说是 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确定 但我们的目的是要有 像像我刚刚说的PAT MIR 还有主任医师的诊断 他这个能力 跟他们这个能力相匹配的时候 那就说deep learning 还是有一个 assistant的一个 一个作用的 嗯 是 首先 好 那我们先继续 好的 我们继续 然后就是 我们就是首先做了一下 就是 average的那个 hematary response 我们pullout出来 然后这个MCI呢 是这个红色的一个线 然后那个AD呢 sorry HC呢 是一个蓝色的一个线 其实不管说 我们做出来的NBEC 还是Strope 还是VFT 在不同脑区 你都可以看到一个点 一个是 这个MCI是 low 就是这个hematary response 是low 是低于这个HC的 这一点呢 也是跟我们之前 那个 怎么说 之前的研究发现 是相吻合的 对 所以说 红色的是 MCI OK 蓝色的是正常人 对 因为 因为 因为那个funt 我这边看起来比较小一点 对 对 我可以 另外 这是 这是一个group average呢 还是单个人的 对 这个是group average 你可以看到那个shadow 就是他有一个蓝色的shadow 和一个红色shadow 那那他这个shadow 是对应的 这个我们这个 arrow bar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 都扑了扑了出来 然后这arrow bar 是长这样的 那总体这个趋势的话 就是 MCI是低于HC的 对 好 然后基于这个呢 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 它是有不同的 在这些不同的 什么说by market 之前我说的me value slope value 它是有不同的 那如果有不同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 作为特征来做分类 对吧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digital 因为大家 所说的me value slope 这都是一些digital 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分类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 那个LDA linear discriminator analysis 去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类 可能这个图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我们把11个 by microns放进去 然后分别去做的classification 然后在不同的任务下 不同的脑区下 那在最里面这个 那个点呢 其实是55%的准确率 然后最外面呢 是80%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可能脑区之间 或者是task之间 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大部分还是在于 最最高的准确率 可能达到百分之六十 七十六点多 对 其实这个分类准确度呢 还是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理想的 对吧 所以就用到 我之前说 你这个 就这个accuracy 是用单个 bio market 去区分的吗 还是说 所有的 单个 就只看单个的 对 后面其实我们有 也有研究 我们去做combine的 就是可能一步一步吧 我们有 我们也可能也 后面也发出来了 那篇文章 后面我可以给大家贴出来 这个参考 其实没太大影响 就是感觉 因为我还是 看不是很清楚 好像好多吧 至少多少个 至少有十几个 对 下一个下一页 我给老师讲一下 下一页 我是把它都贴出来 因为这个不是很清楚吗 下一页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会选这个 然后具体的依据是什么 好不好 好的 好 可以 对 然后呢 就是我们就用 那个 啊 deep learning 嘛 deep learning 大家也知道 刚刚说的CNN的话 就是会对 啊 imaging imaging这个一个processing 是比较 classification 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现存的 effiness的 呃 呃 imaging 吧 那个是什么呢 就是activation map tmap 对吧 啊 那就是一个connectivity map 所以我就把这呃 他们每个患者 每个participant的的呃 tmap和connectivity map 就plot出来 然后送进 CNN里面去做啊 training 然后同时呢 我们重复了这个六次 就是我们放进来 training 然后test 然后重复了六次 然后你可以看到 在 nbank 里面 他这个六次基本上都在90%左右的一个准确率上 然后当然当strop和vft的话 稍微来说比较小比较小一点 比较低一点啊 但是他嗯 像这个Strope的话 这个四个大约四次多 也都可以达到90%左右的 一个准确率 啊VFT的话是稍微低一点 低点我们后面就是讨论原因的时候 可能的原因就是说 VFT他会说话啊 那他会有noise 那noise可能会对 这个什么嗯 这个信号会有影响 所以可能会变得准确率会低一点 然后像connectivity呢 他基本上的这个accuracy 都保持在85%左右 对这是这一个大体的一个结果 就刚刚我有个问题 就前面那个 他每一个点代表 就是你是他每个点代表 就那个那个八八 这个点呢 他是代表我 我我就是做一次 春宁和呃 就是不是不是一次啊 就是我去拿很多数据去做春宁 然后呃把这个models呃训练好 然后做test 我们拿20%的数据去做test 然后出来一个average accuracy 可以可以可以理解吗 但是呃 就是说你所有受受制者的20%是吧 就是80%去做训练 然后20% 然后然后再做一个什么cross validation 这个对对对对 里面有cross tenfold cross validation 我看到我我首先90%是90%对吧 90%的accuracy 我觉得是呃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呃 我记得你呃被试里边 正常人大概是9个是吗 正常人呃正常人是9个对 然后mscs是16个是吗 16个15个15个 15个15个好对 你有90%的呃准确率的话 也就是说嗯 你基本上用你的方法 让他做一下nback 呃用你这个t呃用这个t呃 作为你的deep learning的输入 你都90%的可能性都可以判断出来 他是不是对吧 对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啊 这这个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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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accuracy还是蛮高的 我觉得呃有这样一个问题的方法上啊 嗯 在我印象当中 那个deep learning需要的training data 一般是非常大的 对呃 对 就是他们比如说classified image 呃都是 我不知道几十万甚至millions of那个 对 对 你现在其实只有几个map吧 总共呃 呃 呃 加起来是几个十二十来个对吧 呃 他不是有three tribe吗 我们每次每个重复了三次吗 那呃二十呃二十四乘以三是多少 七十二个 对 这个就已经足够了是吧 呃 我会就对这个这个是有局限性 可能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那个data set 是非常小的 我也承认这一点 那我们就可能我们要为什么要防止 就是要用更多的data set呢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防止他overfitting 就是在deep learning里面他会overfitting 那他的泛化差就会呃嗯 泛化泛化能力就会被非常非常差 那我们会做一些呃就是调参 调参里面就是有两两个吧 我们用到两个就是一个是drop out 就是我们呃就是训练的时候 就是他就是deep learning里面东西了 是怎样去把你这个overfitting避免掉 然后另外一个是early stop 他里面也是就是防止你训练 他因为他重复很多次back propagation很多次 他如果你训练太多的话 他就会出现一个呃 overfitting的这个现象 那我们就会找到那个early stop 那个那个那个收敛最好的那个点 然后止动 然后那这个model就是最相对来说 就会不会出现overfitting的一个状况 你这个model你能告诉我有多少层吗 每个层有多少个利用 我们现在是四层 我后面会讲 因为是这个一个我后面会讲啊 为什么会一步步的讲 因为对这个是确实是都会有这些问题 大家会问我啊你的参数是怎么调的啊 你的那个learning rate是多少啊 你的层数的这些对都是怎么说你要自己去调的 对然后后面会讲我我为什么下一步又会做另外一个研究 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我会给大家再讲一下的就是这方面一个 deep learning方面的东西 好好不好 来咱们继续 对 然后首先对于这个by mic呢 就是我们其实就像刚刚说的就非常多的by mic 我们到底要输入哪一个啊 首先呢我们就是之前是十十十一个嘛 然后这边我列出来十五个 因为是后面我们也要做一些后续的研究嘛 所以就列出来十五个 他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首先看到了mcr和hc的不同 但是不同点最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点 那就是就是说increase这一块啊 会有一些slope的difference 然后这个maintain这块这个中间这个maintain这一块 可能会有一个mean的mean位率的不同 然后decrease你可以看一个降低的一个slope 也会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一个by mic的evaluation 但是我们就是呃后面嘛 我就最最后就选了十五个 相对来说能够做出呃能够表征这个不同的一个by mic 这个就是简单一个解释 然后之后呢啊我们就是继续嘛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啊 image 把麦克会比这个啊那个digital把麦克好呢 我们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用了cnn 我们用了deep learning 但是我后面也用了一个time series data 我也用cn 我也用deep learning 但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把time啊这个time series的information 映射到了一个呃 special domain 就是我们这个脑区48个channel 我们会对应不同的呃value对吧 所以说我们是我们得到的这个特征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 那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 那classifier就会学到学到更准确一些 那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所以基于此呢我们就觉得啊 我们现在现在存在只有activation map 和connectivity map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用hbo map 或者是说time pro feature map 去做一些分类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有比较有趣的研究 然后我们首先看hbo map 然后你看其实在time time domain 我们会有那个那个value是不同的 我们把这个value映射到这个呃 这个这个special domain之后 就形成了hbo map 同样的像time pro feature 相对来说 因为我们可能大家也有自己的数据 这个time series data 还是他的oscillation还是啊怎么说比较大的 所以可能有时候也不是很准 但我们如果用这个啊feature time pro feature 像slope给这个一个例子 就是slope这个这个值 然后用这个值投射到这个脑区上 然后就用这个map去做分类啊 就他这个整个因为这个time series 太怎么说我们有60秒的task 然后乘以三点呃 8.13这个time sampling rate 是非常多的data point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一个点啊 放进去去做train 对吧所以我们只选了13个点啊 就是比较比较重要的这个点 然后去做一个啊这个train 然后另外呢那个time pro feature 我们也是主要选了一些mean slope和一些kutoshi 啊还有一个sq 然后去把它做出来 然后放在啊这个啊 cm model里面去做一个啊 classifier 然后他里面的啊就先看这个地吧 地图是他的accusy在85左右 然后另外像是呃 temper future map也是保持在 有的就像啊 cc我们把它打出来 这应该是一个mean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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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打90%以上啊 啊对 所以说呃也是相对的比较好 比较好的一个分类结果 呃还要回答一下前面这个问题 就是呃因为林仁慧博士也说 我们可能有的大部分在做呃 cross validation 他是任意选出一部分来做training 任意选出一部分来做testing 其实后面我才发现 其实我们这个方法其实是不太对的 就比如说24个人 我们应该拿出23个人的呃数据去做training 然后拿出一个人的数据 完全这个model不认识的数据去做testing 这个他叫啊 live one out cross validation 这个方法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这是我做完之后才发现的 所以说这也是我这个文章的一个局限性 好 然后就开始下面这个点了 就是刚刚呃崔老师说的非常好 就说我们deep learning 你的model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层啊 你这个这个参数是怎么选择的 就是非常多问题 对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个数据 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 就比如说你看下面这个trust for learning 我们会提到VGG 然后这个resnet 然后这个alexnet 然后这些这些现存的一个cn model 他们就训练是多少呢 是100多万数据集去做训练 然后分类的数据的classifier 是1000多1000多个classifier 1000多个种类去做classifier 所以说他们这些model是很robust 对然后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就是相当于我我们如果是教一个婴儿去说吃东西 他可能要学很慢他要一点点学 但我要教一个五岁的小孩子去去学东西 那学起来说会快 我只是他可能吃这个东西 我要他吃另一个东西 我只要教给他一点点去稍微的modify little bit他的一个学习这个能力 他就会很快上手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trust for learning的一个主旨 就是我借用他的model ok他有两种首先讲讲第一种 我借用你的model然后你给我生成 你因为他这些已经认识了好几千种的一个分类 对吧所以你像connectivity这种的小 相当于说比较简单的structure 他就会可以identify比较好 所以我首先用你然后给我生成一些 就是提取一些feature 就我们不用自己去提取他自己会提取feature 然后我用这个feature 然后放到svmmodel 因为他最后的输出层是一个digital的嘛 它是一个vector 所以放到svm里面很快就可以得出结果 然后得出结果呢 然后我们去tune这个svmmodel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哪个是mci 哪个是ac嘛 所以我们就会 一个是准确率会可能会增加 因为我们可能不需要挑太多参数 然后另外呢 然后就是它的层数比较多 然后得出来的那个feature也是比较准确 所以说首先我们是做了这个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我们直接借用这个model 如果我有input还有rput 我会改一下 因为它这个是1000嘛 但是我们是两分的问题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后面的1000改成2 然后前面的input 然后它是已经tune好的吗 我们直接就再去tune 怎么说 就是调整一下这个model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idea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用到了很多 就比如说啊 alex next 这个是2012年 他是imagenet 就是一个国 就是世界上的一个 怎么说 classifier 大赛 就是分类器大赛 对 他是夺得了第一名 然后包括VGG呢 他是2012年的那个第一名 VGG呢是2014年的亚军 然后冠军是GoogleNet 是Google公司做的 然后剩下的rest net 还有这个density net 是最近出现的 然后是因为它层数比较多嘛 然后也展现了比较好的性能 所以我们把这些model呢 借过来 然后去做我们的classifier 然后另外呢 现在呢 我们没有用那个activation map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做resting state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做那个老人的时候 他们就是mental task 就感觉很吃力 就是我们就想 我们是否可以用resting state 去代替 那个mental task 然后就是 尽量有相对来说 比较minimize duration 然后去做分类 然后去做分类 这是大体的一个理念 然后首先这一个 OK Transfer learning这边 嗯 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一般在transfer learning来讲 你比如说imignet 他们的train的那个图片 基本上都是比如说natural language 不是就是一些自然景象啊 一些动物或者说是一些物体啊等等 就很多这样的 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model 当然可以学习了很多这里面的feature 对不对 然后嗯 因此 有个新的project的话 你的确可以用它来借过来 用它去train你的新的 但一般情况下 新的的这些图片 也是类似的这种 就是比如说不管是自然景象等等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你的这个图片 其实是一个脑图 毕竟是不管 嗯 不管你是用哪个tmap 或者说是用那个其他 我不知道就是说 呃我自然一个疑问就是说 到底你通过一个完全不同的training set 比如说这个自然景象 它提取出来这些feature 有多少和这个脑图 它的feature有些有多少类似呢 我我我我挺好奇的这一点 这个非常好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是你呃我我们人 我们人来说我和我知道这个图像是狗 这个图像是猫 我们是主观的去看这个东西 deep learning 不给你讲这些 deep learning 我就看哪个像素 我我进来就是全全是像素 你包括脑图我们 你可能你给一个人看 我们不是呃我们脑脑科学这个领域的 你看这个图也不知道是个脑图对吧 connectivity 其实也是每个像素组成的对吧 你看它如果有high connectivity 它就有highlight那个点 它其实去本质就是像素 你相对来说 你看我们脑图这个connectivity 相对来说还是有些规律性的 相比说那个那个狗或者是猫的话 相对来说这个structure是更简单的 我只要知道你这个像素 你这个你这个图图片进来 然后我我能够呃呃怎么样 就是得到里面这个这个feature 然后去做classify就ok了 我不需要就知道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 可以理解吗 我觉得崔老师他的意思是 你用transfer learning你用的这种线程 它训练好的卷积网络 其实是针对某一类的某一类的图片 比如说自然分光啊动物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但是你现在输入的是完全不是同一类的 就是你输入的是比如说呃呃呃呃呃呃呃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因为他本来你用他本来那种 比如说VGG16的话他可能他tune是是基于比如说自然分光 这种他他也是他调试好是为这一类的都为这一类的图片所调试好 而而不是为为了比如说你脑网络做了调试 所以会不会有这方面的concern 就是呃其实你就是你用transfer learning 你只不过是为了有一个东西可以把你的可以把你的raw data 或者说你的你的输入呃转换成一些比如说抽象的特征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特征你只是需要一个converter之类的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用用1000个classify 他这个啊呃 image net他的目的是不说我要去分类自然分光 我们就是要分类所有的就是任何一个图一个物体 然后出来我会给一个output 我们的目的是要tune这个model 会认识很多不同的不同的图片 对吧我们的目的是这个并不说 嗯我也不是为了脑脑图或是什么图来设计的 我们目的就是分类对吧 然后我们为什么用这个呃VGG呢 然后也不是并不是说我借过来我就不管了 我就直接送你去之后给我一个output 我们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输入去modify这个model 就回到我之前说的我我就是相对来说这个model 是已经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了 但我就是给他我现在的一个图去去让他学根据我一个图 学的更快一点就不像说我自己设计一个model 然后我会去自己去调餐然后去弄那些东西 就就会就会就会简单一些可以可以理解吗 我还会调的 那还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要你还是要去调餐了 但是你调餐你你现在你的样本量还是不够啊 你之前你VGG的话就这种他已经学习了 他是基于大量的那个样本所学习好的 但是你现在调餐是基于你现在的样本 就是比如说你拿网络这种那你样本量还是不够啊 你调的话会有效吗 就比如说就70多个或者说20多个是有效的 对我们研究率是有效的当然对 我因为其实这transfer 令人吧 不管你用什么呃已经穿好的model 你说到底他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的呃 他给你了一些weight 就是initial的weight的值 呃一开始的话如果你没有任何transfer 令人的话 就普通的weight的值你可能是有个随机数对吧 就是各个节点的随机数 如果你从随机数开始的话这个可能这个training过程会比较慢点 transfer 令人的有一个好处 他他已经告诉你这个weight哪些值会比较好 就start with 因此这是他的好处 嗯 因此如果说他确实呃他的weight可以呃让你在呃 啊training 呃 training 这时候这个weight值就那个就start from 就是good point的话就是会许得更快 呃我不知道你做个呃比较没讲 因为最终数据来说话吗 我问你做个比较没有就是说对你 如果不用这些transfer learning 你就start with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model random的weight 因为你的图片 48个点其实是 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对吧 相对于任何一个 普通的照片来讲 百万级别的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就是start from that 我不知道你这种结果 会更差吗 比较transfer 对对对非常好 就是我我当然resting state 我没有做 因为我之前 我不是在前一个slide 我用这个connectivity map 但是是task bc的 然后我去做一个分类 他大概的那个分类准确 就是80%85%左右 然后这个呢 当然我用的是resting state 然后我的一个结果呢 然后对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那个结果部分吧 好吧 你先继续 对 对然后 呃好 然后其实这个connectivity这个map呢 然后其实这个affiliate 确度有上升的 呃然后当然呢 因为我中间这个我必须要讲这个 哎我是不是辣了一页啊 啊好吧我我我辣了一页 那辣了呢我看我能不能再弄上来 好吧啊 大家不好意思我走一下 OK 好吧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 take your time 我把那篇文章贴上来吧 我没事 我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 拉一页 嗯 应该 一 马上出来了 OK 这篇文章 就是我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前面讲的呢我就说我要用那个minimum那个due 所以说我也是去把这个呃从这个30秒到270秒大约5分钟左右的一个connectivitymap 然后plot出来 然后其实大部分做fness的话我们可能会给三分钟五分钟的resting state去做一个connectivity的analysis的对吧 其实之前呃相对像像牛老师牛海津老师在19年左右吧他发发了一篇文章在呃 science scientific的report 然后他的建议是呃90秒左右对也就是说呃一分半 所以其实我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其实像90秒之后然后就会有一个similarpatterns就是跟你呃不管说五分钟呃180秒左右的就都会有一个similarpatterns 所以说呃90秒确实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点但是其实你看30秒其实也能看到不同对吧 我们就想就如果你把这个30秒呃就是我们用30秒的话去做一个进一步的分析 然后这是一个graph penser 的一个analysis 你可以看其实30秒会有一些降低 啊 然后相比来说其它更长的一个呃 Springs但是总体的话就是呃也不算是太太低嗯呃对 然后我们当然这个也并不说 一个最终的一个evaluation 然后我们又用了那个什么 classifier 这是那个有LDA SVM 我们去用这个graph series 这些permits去做了一个classification 其实你看 那非类准确度并没有说 你因为你的一个用30秒 就会降低很多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后面做这个deep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不好意思啊 我们看一下啊 你说用30秒是指前30秒是吗 是这个意思吗 只是用30秒的 30秒的resting state 这么长你用了30秒的 做各个Voxo之间的correlation是吧 然后出来connected 对 对 这样 好 60秒就是用了60秒的resting state 那你30秒的话你提取哪个30秒呢 呃是呃从开始开始的那个点 就是0到30 对开始的那个点 对0到30 然后0到30 然后0到60 然后0到60 0到90这样的 对 对对 呃 对前前面呢 这这一个点呢 就是其实也是为了后面做准备有 就是因为前面说我们那个如果是30秒的话 因为我们有270秒的数据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270秒 呃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有45呃反正就是这个这个我我具体我没算我忘了啊 然后具体是多少 data set 反正就是变多了 嗯 然后同同样呢我们用90秒的那个time window也是去做了一个classifier 其实呃看最终这个吧这个这个呃底下这个图 然后A和B呢是30秒的HBO和HBR的 然后C和D呢是90秒他的呃QC降低了当然这也从侧面反应了他呃呃其实并不是说我们90秒的那个呃那个information是不够的 其实是说我们90秒因为270秒出于90秒是用了三个我们repeat了三次是吧我们我们的data set是比30秒是小三倍的 因为他的train的这个呃学习没有就是怎么说这个model不够呃码处就不够不够不够成熟所以说他的classification会变小这也从从侧面反应了就是data set对这个呃classification的performance会有影响的 那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就是你的sample size是呃呃其实是有呃比较就是你从一个那里呃呃呃 可以生成可能三个六六个就是三倍六倍的那个样的但是其实某些就是同一个人所所放大的样本量的的的的样本之间其实是有比较强的相关性吧 就是也有可能导致你最后的可能classification的accuracy是比较高的主要是因为可能有就样本之间有比较强的相关性我估计这可能是一个 对这也是可能会是有一个原因所以就是建议那个我刚刚说的嘛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我我们把这个人作为trainning我们不会再把这个人再做test 因为刚刚说的如果说我们把它切成了九段那如果说我们把比如说啊就是比如说前前四段我们去做一个trainning然后后面的五段进来之后他就会识别他这个个体的话就会很classification会很高 所以我们就建议要lue one out比如说我们就用二百呃二十三个人的的data去totally去做一个trainning然后用那个最后那个人去做testing 那他不管说他切成多少段那他这个相关他个人的相关度就就不会存在 可以理解吗可以可以吗可以 还是有问题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就是你就剩一个人 就是这一个你可以分成九九个样本比如你用lue one out的话其实你最后就是测试这一个人其实测试这九个样本吧 这九个样本如果相关性高的话其实你放进去他的输出一样是是几乎是类似的 对那我们为什么要用九个呢那我们的目的是要为去这个人去做diagnosis对吧 对所以我们测九次了对是会有相似性但我们重复九次那结果也可以 会更可信可以理解吗就是对我们你可以也可以你用五分钟的去测啊但当然我们如果 assume assume 我们有拉非常大的一个data set 那我们已经训练很好了然后我们就用五分钟然后放进去然后做testing这也很好那我们也可以测 九次然后放进去然后九次结果哎我可以有一次可能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八十五但大体在百分之九十的来往上那我们就说这个人百分之九十可能性他是一个mci 对当然当然当然确实是呃对有有有有局限性所以我之前也说了那个干那个呃生存对抗网络啊就是我们团队也有人在在准备做这个就是在他他一他的那个想法是什么呢他的一想法就是我们现在 data set 是非常小的那我们用干去生成一系列的相似的图片我们去train这个model就是对我们可以生成几百万的数据去去生成这个model然后再做testing那生成一个commercialize 这个software可能那就是分类的准确度可信度相对来说就会更好一些对嗯 嗯嗯 hast凉点一个一个其实是这种不过是liw1out或liw wollenal或者liw2out或la 82% 其实这都是都是都是比较standard大的方法了都是我觉得都是都是比较改善得都是都是可以可以用不过上说第二点啊我それで 呃或许可以 על康就在讨论就是你说能CanU 나�去生成 Promис数据就知道用GAN生的数据它的再 在统计的structure上 其实和原数据是一样的 因此 就是用根的激励 它生成的 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本质上 它不是新的数据 它是通过原来的数据 相同的status structure 出来的东西 至于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最终可以用 这个其实挺意思的一个topic 不过好吧 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继续 好像你这个 也差不多了 然后我可以再稍微说一下干 咱们就结束 可以 然后就是干的话 其实他们前面有一个 那个normal distribution的一个 它会tune这个input 所以说它确实是 可能会生成相似的图片 相比来说 我们会有一个真实的一个 这个dataset的话 这个干这个 还是没有说真实数据那么好 对 但是它也会根据这个 怎么说 normal distribution 它会生成类似的 我们会可以给加权平均 对这个input会有一个modify 所以也算是一种 怎么说代替的一种方法吧 但是照着这个真实的数据 确实是有差距的 最好的话 就是说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dataset 然后我们去做 就是非常怎么说 proper training 然后我们再做classification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 就是其实deep learning 在fness mcr 等diagnosis 这方面还是很有潜力的 然后相比来说 digital barman 可能我们还是比较建议 用这个imaging barman 去做一些detection 然后最后面呢 就是说 如果说 就是resting state 我就是反正我们这边的建议 就是说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说 我们一定要非常五分钟 十分钟的那么长 当然我们可以 为了准确性 我们可以重复很多次 但是可能非类的结果 应该是大体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个limitation呢 就是也是刚刚说的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simple size 一定要最好是有条件的话 就是要大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大部分 还是在做这个frontal的一个研究 可能很少有人做这个whole head 然后之前我也跟李博士 之前研究过 就是说可能这个 不同脑区之间的calkling 或者什么的 可能也会有一些 有意思的现象出现 然后另外 我现在也是在做这个 multimodal imaging 就是neural imaging EGFNAS 我们可以结合着来看 有一个互补的一个 一个evidence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最后这一点 就是说希望就是后面研究 就可以把这些技术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toolbox 然后用一个大规模的数据去做training 然后希望可以就是将来这只能够用上吧 用上这个技术 我就准备了这些 然后对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再继续咱们再讨论一下 谢谢谢谢谢谢 挺好的 对我个人呢 我对deep learning 是非常感兴趣的 我曾经还专门 专门还是那个 上过 上过一个课 还自己写程序 我还专门买了个GPU 就是为了deep learning 我是蛮感兴趣的 因此你今天讲的 对我是挺感兴趣的 我对deep learning 对FNI应用当然是 当然挺感兴趣的 你今天这个结果 就是说最终的accuracy 可以达到96%以上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当然是特别 就特别exciting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比我想象中要高很多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高 因为你按这个准确率其实是 完全可以代替 医生了对吧 你就让一个人 让他做个几十秒的 resting state 其实resting state 什么都必须要做 你就是把这个仪器 在头上 大概一分钟 你这个就出来了 有95%以上的准确率 这个 我的感觉这个 好像前进无限呢 感觉 对确实是 现在就是 其实不光说我们 那次这块 有人在做这块 然后包括我发现 就是很多一级 做mcr detection 然后也是用的 应该是CM 我没记错的话 也有几篇文章 他们也能达到 96%97%左右的一个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其实怎么说 因为我们毕竟是 做的一个offline 因为我们对 我们也没有那么 就是说 严格的leave one out 可能 对 但是确实是挺有前景的 一个背离方法 我是特别好奇 就是用你这个 春天好的model 去做一组 新采集的背试 看看怎么样 你现在20多个 你现在新采集 一个10个人 对吧 看怎么样 我挺好奇 那个结果 是不是 我也挺好奇的 对 其实之前 之前我发文章的时候 review也问过这个问题 就说 你是否可以把 就是把一个人的数据 你就把它作为一个 新的数据 去做一个test 就你把用力点训练好的model 我在这个 包括之前的 就是说那个task bc的那个analysis的时候 我用这个 就是所谓的 就是全新的 去做那个 去放到svm的 那个lda model里面 他得出来的那个结果 稍微有点低 但是那个在lda里面 能达到百分之 因为他本来就 那些那些 那些数据就比较低 比那个分类的 整线度就比较低 大约是百分之六十左右 然后在这个 trust for learning 这个呢 我也是用这个 把一个人的数据 去做的 放在cna里面 去做那个 那个叫什么 classify 然后大约是 百分之九十左右 对 我当然我没有全部试啊 我可能就没有 大约有试了五六个吧 然后就是当时 去做的一个 这么一个一个 一个实验 我这边 我这边倒是有一些数据 我也有近期待的 对 正常的 咱们可以试一下 对 你就直接扔 扔进去跑一下 结果可能就知道了 对 还没办 你这个你是用 你是用也是48个 对啊 那个摩 那个那个摩 摩身是一样的吗 我估计这种东西 也会有有影响 我觉得还更有意义一点了 就是比如说 我用不同设设备踩的 然后如果你的精度还很高的话 那那不就更好吗 他其实不仅仅是不同设备的问题 他是他这个不同的位置 48个在不同位置 你可以不同的仪器 但是如果说你 你也是测那个位置的话 当然都可以 如果不是 其实你这个就用那个那个 就是把overlet 就是比如说我这边一批数据 你那边一批数据 我们把overlet的那些channel取出来 然后你用你的数据训练一个 对用我的数据跑跑一下测试 对 崔老师刚刚说的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可能 那个channel configuration 可能不一样 对这样你就把那个overlet的 对你把overlet的那部分数 就是那些channel肯定是 因为我们的数据也是 cover frontfront和那个temporal的 嗯对 我觉得更好的方法是用你的数据 然后去呃用你的一部分数据去做train 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 把一个人从从来没train过的那个 那个那个数据 然后作为test set去做classifier 然后每个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你有50个人 然后咱们做49次 然后就得到49个结果 然后把这个every page看一下 然后也应该挺有意思 嗯可以可以 听见吗 挺好的 那样应该挺好的 嗯对 还有我还有一个想法 呃我就边想边说了 我不知道你或者有人做过这样的 呃分析了没有 嗯就说 嗯你现在有有有有 有内部吧医生诊断的对不对 比如这15个人是mci 那10个人是呃是那个是什么 9个人是呃正常人好吧 然后你把这个力度呢 随机起来 就是说你随便 呃说这这这几个人是mci 那几个人是那个是 比如说如果说你随机这个内部之后 你这个结果都会比较低 就是说acracy都会在百分之五六十这样的就是比较close to random 这时候就就就就就有有我觉得有这个对比的话就我就会有些很有意思的 结论出来 吹嘘啊我插话啊 你好你好 呃我我我我我本来是想就观光学习的 你说这种方法可能是不是那个bootstrapping的方法 bootstrapping它就是从统计上来讲 是是是有点有点有点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啊呃我想插一句话就刚才是说起来就是这个 Dr.李说的用你们以前的数据来放到这个杨大林他们这个bodel里面去现在就是刚开始我想有个问题你那边啊有48个channel 你现在选的是3location就是一个是左边一个是右边一个是中间你是把这些channel都给平均起来然后算的数据吗 嗯不不不这是不同的研究之前的时候是在做taskbc的那个研究的时候我们是做的呃不同脑具去分别去做的一个实验 但是到那个只要到imaging里面我们就把48个全部融合在一起了一部分脑具 48个全部融合在一起就当当你还是数据还是属于48个的单独的数据每一点都是就一点是一点 对吧嗯你说的是哪一个哪一个图呢你可以给我说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刚才那个呃呃崔老师说哈他提的这个事情我当时也考虑就是说你要是如果用两个机器用两个机器在不同地方测都可以但是这两个机器 他的model就是他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template 叫做就是就是你的那个template或者你的mattach应该是一样就是你的脑去取的位置是一样的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进行你的model的去去用同样的model去做classification 或者的话你比如说你这边是48个template那么我比如换一个比如Hitati的machine versus那个叫做shimasu的machine versuscw6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脑区的覆盖面不一样 那么你脑区的覆盖面不一样的话你这个model可能就不会完全能够matt上对吧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刚才意思是就我们就就是挑我们重合就是channel重合的部分的信号 嗯或者那就是说你们两种两种机器都去去做一个region就是region叫做roi选选那么三四个roi这样子可能做下来可能还好 我们就可以其实可以pro就可以计算出他那个channel的那个3d的coordinate嘛然后选选选就是可能是重回或者说比较接近的嗯就是这样去做那个evaluation就比较好一些 对对对你要如果能够这样子呃怎么说你要是如果能够这样子能够重合出来就会比较好然后你那个95%97%的那个percent就是叫做什么accuracy 我说是to be too good to be true因为我在有的时候跟那个clinician联系起来就是跟他们合作的时候他们当然了他都是我我以前做的都跟那个cancer surgeon相关 他说他们要在临床能够达到80%就已经是是是非常好了所以呢就是你们要是如果能够再进一步有一些当然找这种病人可能会会比较难一点如果两边你们就是在stanford那边和你在这个福山那边能够两边数据能够结合起来的话就会就会非常的有有益或者是非常impressive 嗯好谢谢韩老师的建议我觉得确实非常好那个呃那个大理你你你是在和牛海经实验室合作吗 啊跟谁你是在和牛老师牛海经实验室在合作吗没有啊我刚才提到过呃其实我觉得国内可能呃也确实呃就是mci这些病人更加accessible对吧可能更多一点会合作 另外还有另外还有另外那么你也可以我我这是想法吧也可以和这个nist的公司嘛呃反正你其实通过publication你也知道有哪些组其实也是在用nist 说不定跟他们合作他们可能有些数据这个数据这个数据即使不是mci但是至少有正常人的呃嗯可以放进去试试呃呃呃这个configuration的一模一样因为因为nist的他的那个模型呃这个configuration就是非常的固定对吧因此来讲可以得到一些呃很就是很容易的得到一些呃数据 对不起这个这个是哪个公司啊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公司啊哦韩国啊我叫什么呢啊呃呃呃是是 слово是嗯嗯嗯嗯他那个他那个曾经来in 在Stanford做过Demo 他们就是公司特别的正式 然后来到西装隔离啊 CEO都来了 我们的感觉不好意思 因为穿的特别随便 然后他们那个 仪器做的确实非常精致 是很精致 但是头上 它并不是那种 你随便插插可以调 随便调位置的 它是比较固定的 因此来讲我估计 只要用这个仪器测量 基本上都是前边的这个区域 对 对 是的 其实做AD的话 就是其实我们 就是其实 海默症其实它早期 并变的部位其实是在 就是temporal loop 其实不是在那个 就是看文献的话 所以就是我当时第一次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文献上是说 呃 的temporal loop 的那个prefrontal cortex 它们都会有变化 然后当时跟临床医生讨论 他们说其实最早的病变是在temporal 特别是 median的temporal loop 对 对 确实是 所以所以 所以也不一定只是 cover那个prefrontal cortex 就是以后做研究的话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 其实你这个模型 其实本来就是就是 deep learning 的话你其实可以放多一点信息 不一定只需要 嗯 脑脑 脑影像的信息 比如说你收集的 mns sc 或者说那个maca 的scores啊 还有他的education 什么什么的 其实他都可以作为 就是补补充的bio market或者啊 补充的feature去 其实可以 让你这个就是提供的信息更加全面 会更robust 一点对 像崔老师之前他说 就是说我们我们不是呃 在那个svm model里面 我们只是放了一个feature嘛 然后其实后面我刚刚说 就是我们团队其他人 就是后面也测了 把更多的信息放进去 然后去做classification 然后刚刚说的说 把那个呃 就是behavior results 就是一些mmcs 但你要是放到cna里面 你就是要想办法把它 再融合到一个imaging imaging里面 你可以因为我们输出是 输出是imaging嘛 是如何把它融合到里面 其实我们呃 我就是其实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idea 就是其实现在国内好像已经有人做了 就就其实你 因为我们在做那个认 认知评测的时候 我们是让病人 比如说在那个纸上面 比如说写东西啊 画东西啊 其实是可以把它转换为就是 你可以在一个 你自己开发一个类似触摸品 比较ipad这样的东西 其实可以在电子设设备上 收集他的就是他 他所画东西的那个图片 然后他的力度啊 或者说他震动的频率啊就是 呃 然后把它就其实是一个二维的图像 然后是可以 嗯 就是也可以作为一个额外性 就是之前我跟一个临床的朋友 就是他们做那个pakisson的 就就就就就是怕精神 他们就是让病人写东西 他跟我当时跟我讨论的是 能不能开发这么一个设备 就是我让病人在上面写 然后我把他那个图片 然后然后呃呃呃 获取了然后直接用那个神经网络去训练 然后说他读当时比较吗 没有去想后来他跟我说 国内已经有人开发了这么一个东西了 对 其实可以把这种相关的这临床的那种 assessment可以可以电子化一些 我们可以获取这些信息 其实是对是挺有应用价值的 其实这一点我我之前也想过就是 因为我现在没有在做这方面 因为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应用性的东西 然后你刚刚说的就是因为我 后面也在做这个一届 哈布里的一届 哈布里的这个modality 所以我当时也是在想 如何把这个一届和 就是融合在融合在一起 然后去做分类 然后可能又会涉及到一些 嗯图片融合呀一些其他的一个东西 但我后面就没有继续做这个东西 但是相对来说像不同的一个modality 然后做出融合在一起 那信息就会更多 包括这个behavior result 或是说你说你让他画一些东西 做一些test 然后放在一起 然后去做training 可能对可能会更更好一些吧 我觉得嗯以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研究方向吧 对我没有继续做 大林就说 基本上是可以的 嗯现在嗯 neural network model 有多可以多种modality 输入 比如说你可以同时输入一个image 比如cng 你同时输入里边还可以输入 比如说一些语言的信息 比如讲话那种time series 可以再输入一些这种sing number 比如说就这样的 就是你可以把非常多 你能享受mixture的那种数据都可以做input的 嗯在这个这个我觉得确实以后你可以可以考虑 嗯好好我们的chat window里里面说有一个人是跟你用一样的设备的 所以我们下面可以我给你一下我的应该在群里吧 可以待会给他一下他的微信 我的微信 在chat里边 或者你留个邮件 你应该有邮件 好 好我现在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 就是说至少我们geniclub还有这个作用就是说能够促进合作 对合作 嗯这个真的是 这个真的挺好的 推序你有没有想法写一个什么什么code之类的 我们可以分享分享 我现在现在还没有什么特别好想 我的意思是说你刚才不是说你对这个geeklearning非常的感兴趣吗 我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就是说你要是如果有有有有有这种兴趣什么时候写好放上去 让我们知道也可以 好 好 现在还没有想到写什么感觉 感觉这个新的idea大家都想完了 我觉得感觉已经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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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再再讨论 好 以后以后有那个话给大家分享 嗯好 呃大家可以提问题 不管你是用直接用语音去提或者在其他问题 那里面提都可以 我我现在要不要可以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回过头来 问那个大理你关于你那个 嗯 task base 那个analysis 所以刚才我说的你要是48个channel 你当时就是你看你那个前面那几个图 对 这个图啊 就是说你 是几个channel 就是average下 就平静下来的吗 还是是怎么选的channel啊 韩老师你说是这个左边这个图是吗 对 对 对 左边这个图确实是因为我是做left prefront 是16个16个channel average的结果 然后中间呢是中间这个prefrontal 然后做的一个average结果 然后右边呢是分别做的结果 然后包括这个LDA里面这个classifier 也是用了这个16个channel里面的信息去做的 然后你这个也是用了你刚才也画了一个就是包括了就是那个前面的initial的slope 然后对应中间的maintaining phase的一些一些feature是不是 对吧 对对对对 那我再问你一个就是刚才你在somewhere就是一个page里面做那个to back 你们有没有就是说你是从one back开始到to back到three back 还是怎么你就是为什么就直接选到了to back 啊嗯我们觉得就是one back可能相对来说他那个metall load可能会太简单 然后three load可能对于老人话又太难 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to back可能相对来说又有challenge又有对 我觉得我现在都做不了我根本就做不到three back 我就只能做to back 所以所以关键问题就是他们已经是mc 不还不是mc他们已经是ab了他能做到to back吗 可以就有的就不行啊那他规定时间我们一共是有60秒 然后有30个做了30他每个呃在task中间他们做了30次 那我们每次是两秒然后你如果他可能反应不过来 反应不过来那就这个try就fail就就失败了 那我们就会就是我们ultimate就是下一个下一个实验你就会继续做 然后我们就这样评估的 嗯嗯嗯嗯嗯嗯好谢谢 嗯没事没事谢谢老师的 嗯嗯好像那个chating window里面大家有问题 对呃我李日辉你可以读一些让所有人可以听到 然后让呃杨大林回答 李日辉你的声音被mute了啊 ok so啊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的张冰冰他就想问一下就是关于 VFT就是verbal friends啊对VFT实验设计的问题有些设计是 control加上experiment有些是resting加control再加resting再加experiment 想请问这样的设计对结果会有影响吗嗯嗯煉博士你要回答吗还是 我再我很理解我先理解就是有 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resting然后control 就是说有一个呃相当对对 我想问我想说的是其实你看我我们这个分类结果的话就是嗯 VFT的话结果并不是很好 因为什么我刚刚也说了 如果做分类的话 它有这个说话的这个过程 所以说它会有一个noise会更多一些 所以我当然没有做过这个对比 我可能也不能回答你 这两个design会不会有不同 所以我但我建议 因为你可以有其他的一个task 你可以做其他task去做一些研究 我觉得如果是 就是如果是 nears 的实验的话 你没有给他resting 的话 你的control 是什么 其实在VFP 里面 我想可能用语言会比较清楚一点 可以吗 可以 我是想说就是因为我在看 nears 在做拨拨夫人士 task 的实验设计的时候 它control 就是有些就是 重复一些没有意义的 比如说一二三四 或者说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就是这样是一个重复的 相当于是一个control的block 然后experiment block的话 它就是generated words 就说词语 根据提示说词语 然后它有些的实验设计就是 control block直接就接了一个experiment block 中间就没有resting 然后有些就是 比如说20秒的一个resting 然后30秒的control 然后再加20秒resting 然后再加一个20秒experiment block 它有些是这样设计 我是想想问一下就是这两种设计 不是说对就是deep learning的一个结果 就是对一个普通的nears的一个实验 它的结果有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你看 你先你先大连你回答 我们其实也是也做了这个control 因为我们的那个你重复一些无意义的那些话 其实因为我们想测试的是 它并没有跟那个world frequency是相关的 那我们的task呢 就是world frequency直接相关的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果是更有意义的 但是对我感觉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就是首先在你的behavior results的话 会更有更有一些怎么说 因为你这个在无意义的说话的时候 那是没有generated the hemorrhagic response 那有一个control的话可能会怎么说 会有一个比较吧 我建议是有control的 然后resting呢 可能我感觉第二个会更怎么说 更规范一些 因为你说完之后 它可能没有generated那个world frequency world frequency task相关的hemorrhagic response butter你在说话 所以说你的对一个这个hemorrhagic response 会有一个影响 那你给他一个resting 他那个hemorrhagic response 会又会降到那个呃BC了 然后你再做task 可能我感觉的话 应该是更规范一些 相对来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这个问题 哦我我理解了你的意思 谢谢谢谢 对对我是同意的 对我我对的确是你 即使是你passive的那个说话的话 就是面数字的话 比如你还是你的modal cortex 其实是有是有活动的 比如你说话你他的运动功能去肯呃是会改是会有有有激活的 对就是你还是要就要肯定要给他一个resting state 这样比如说你在做GLM的时候啊 然后你也有一个真正的base line去去比较你或者你看激活的时候 你就是你观看比如说mean value of the HBO你也可以跟真正的base line 对你也有真正的base line去可以啊去去比较 我看是前两天张卑冰在群里边问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没有人回答 我当时没问我是没有理解他那个我也不理解我也不理解你当时呃不是很理解 我觉得挺好的你来参加genal club然后当面问这个也挺好的 哦是我已经参加了好几期了 但是之前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因为我是刚接触尼尔斯的这个这个领域 所以就对学习了很多谢谢崔老师提供这个平台不客气不客气 啊李如辉你可以呃下一个问题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可以问一下这种评估可以用在意识障碍病人患者上吗分类vvs应该是vascular什么就是应该是类似的 我估计就是vs和mcs 只用额页的进系态数据是不是不太够 他他问的就就是可可不可以用用来分呃识别vs和c呃mcs 这两种病病人 其实而且 你刚刚也说了应用非常广大就不止说mci只要是你可以呃得到有意义的feature 然后去用这个有意义的feature去train这个model去train你自己的model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你的feature结果 如果说你这个意识障碍这coconative就是你刚刚也说了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cotex 然后去做一个呃更有意义的一些信号更多的更丰富的一些信号然后做classification 我感觉是完全可以的但具体的还是看你这个数据还有这个得到的这个feature是否有意义 嗯但这个deep learning反正就是open for every area 嗯就是application可以用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病人评估上 嗯是是 实实际上我再补充一下吧其实你根本 都不需要你的那个提取有意义的feature其实你用RAWRAWDATA 然后基本的降噪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数据送送到CNN或者是呃各种各样的神经网络 其实只要能它其实还是看你的数据量的问题它你不用管它的feature有你不用管它有没有有意义的feature 对你用直接的你用脑电测的数据你用NIRS测的反正是时间序的数据你直接直接扔进去就可以了其实呃在两三年前就是也是韩国的一个group就是那呃开阿斯特吧就他们是呃他们是用了测了EG和NIRS呃就同时测量的然后他们是相当于实时这样就是就一段段的送送进去送到那个CNNN 就是呃其实用更小的数据那比如说用一个slidingwindow这样把它送进去识别当然他们识别的是动作的任务就是左手啊右右手之类的对这个其实呃根本都不用提取你的feature了对就是把其实我之前刚刚说过就是我们也放过我也做过就是直接放那个呃RAWDATA的但分裂结果不是很好那可能也是刚刚说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分裂那个呃DATA可能太小如果说可能可以 很多DATA的你可以就用RNN吗就是RNN直接去放进去然后做分裂也是可以的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呃就对如果是rapid event design比如两个条件那么在做GLM模型得到的两个beta值可以直接比较吗 嗯这个其实那个我们做的activation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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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ation Map 咱们不就用那个beta值吗对吧我们做的t value ttttmap然后这个tmap然后我们做做的classific 但我不知道他他的两个beta值直接做比较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就是我们有mcr的beta和hc的beta吗 啊不不是他应该跟跟其实跟跟这个study也不是特别就是他是brow design和event 就是design的那个区别吗就是就是比如说像这种的话就是一个block里里里呃里面就一个任务吗但是比如说像go no go 这种就是可能是你一秒钟是go然后下一秒是no go然后或者说是连连续连续几秒的go再加一个no go这种他就想看这种比较快速的就是是event的这种比赛是否可以就是呃可以直接比较其实其实是可以是可以直接比较的就是从哪里面的就是 那个单纯从那个gm那个分析来说是可以直接比较的对而且有趣的是就我就就那个我我们group其实是之前做过比较的就是我们其实呃是看到是有区别即使是在那种快快速的那个情况下像go no go这种 当时其实我们的那个研究目的是想看因为go no go比如说用四分钟的go no go和两个四分钟的go no go用一个跟两个是否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我们当时是想减少那个实验的时间了所以就当时做了这么一个比较就是用呃用用四分钟跟八分钟比较其实是用四分钟其实是得到类类似的结果对但当时也是就用gm来分析的 我可以加一个补充点他实际上要要如果去看两种看听到我说话了哈可以听到可以可以呃呃呃就是看两种对应不同的就是不同的 neural physiological 的这个reaction就看他们在这个里面哪个任务能够起到主导作用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这种比较除了在那个对应不同的protocol的反应有什么差别之外他就是从那个 那个脑就是属于你们的psychological 的研究或者是psychiatric 的研究方面看看从这方面神经脑科学这方面去进行研究也可以进行比较 嗯就是加一补充一点 谢谢刘翰丽老师 嗯 嗯 还有其他问题吗就是可以直接问也不用打字 ok 呃我能不能够请教一下正好借这个机会啊 主要他现在逐渐认识叫做李瑞辉是吧 我我刚刚看了一下你的那个介绍我看你那边说你以前做的工作是关于用一一剂和近红爱相结合的 对 你以前做的工作主要你把这两个modality 结合起来你是用什么方法呢 是说用一一剂去guide这个呃 stimulation 的这种叫做什么fast event 的这个过程来去guide这个nears 或 刚才说的那个gm model 还是用近红爱去guide这个一一剂的spatial resolution 就是你以前做的工作主要怎么把这两个工具结合的呢 我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我们先是也是刚开始做那个时候我刚去读博的时候 然后是其实就是就其实就就是他们互互相guide的那种情况 我们都我都都已经做过就是呃用一一剂去guide 就去看能不能提高nears glm 的那个那个analysis的performance 当然我们我们也会作用nears的spatial information 去guide那个一剂的source localization 就是这两这两方面我们都做过对我们都就是我我都尝试过 嗯对 那么那么你主要就是这两件事情都做好了以后 你有没有再进一步有一些新的新的发现呢或者新的approach呢 呃我们呃我主要是像有两个应用的话主要是用在那个呃就是那个阿兹海默症和那个中红病人 的神经元的神经元的神经元的活动就是我们可以去重构出他那个神经元的电活动吧 然后做一些脑网络的分析对 当时就就做到这个地步然后我就毕业了然后现在是在Alan的group 就是吹嘘之前的这个sensor 但现在我我们嗯实验做的少嘛 现在就只能先做那个nears的实验了就是就之前的数据都还有对 嗯还没有开展比就可能就本来是想做那个已经很nears的对 好好谢谢谢谢 我还有问题吗这个啊啊啊我最后就是稍微一点comment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变大我这个看东西啊 嗯这个字比较大才能看清楚哈哈哈 因此那个给大林呃一个presentation的时候有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说你这些图这些图的这个嗯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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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呃这个放的size变大一点不的话就看起来就嗯看不清楚 非常感谢这个这个建议我完全同意嗯 嗯 崔区你很会很会你很有情商哈哈哈哈 大林我跟你说我觉得啊给你提个建议就是跟他说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以后在于你的career的这个这个这个future career里面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可能被忽略掉的skill以后你到你person的presentation或者是是什么尤其是在比较大一点的那种lector hall 做到后面的人你的你的presentation最多15分钟中间大概主要也就10分钟没有人去而且他那个会议会议的那个那个meeting的时间是everyfifty minutes都要换人的没有人看得很仔细所以你必须把这个字给夹大 好好的老师也是别人能够对你的这个work非常非常非常impressive啊这个feelings 好谢谢刘老师崔老师的建议 其实他的内容其实就其实是很充实的但就是那个slide他太省了就是很很多内容可以分几个slide来讲但是他一个slide就给你就给你巴拉巴拉讲讲完了但其实不用那么省这个 其实我我我本来就因为那个昨天跟李志辉呃李志辉博士聊的时候就说十几页然后十几页内容又有点多所以我就尽量把每一页的东西做的比较比较多一些所以那个size那个image size就变得小了其实嗯如果说嗯确实是以后我会注意这个问题而且尤其是你那些图的标记你这图的标记因为你图又压小了图标记最小所以我们就确实看半天定了看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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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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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半 我们做跟我们分享他的研究 也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JonaClub 我们下个月再见好吧 好的 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各位老师 这 这 说句实在话